解放軍積極操演備戰 擾臺動作沒停歇 國防部公布二十一號 就徵獲三十二架次 共機 七艘共艦 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 還公開監控運發反潛機照片 但引發外界關注的 是國防部揭露監控福建大城灣 地面動態 秋國鎮強調掌握的共軍動態 時情時暴 但的確敵情異常 不排除共軍有新動作 從地圖分析大城灣 位於福建廣東交界 距離澎湖約兩百三十七公里 距臺灣本島西部將近三百公里 屬於解放軍東部戰區 過去曾曝光的登陸戰訓場坐標位置 專家分析國防部公布監控火箭軍 福建大城灣地面部隊動態 可達到情報嚇阻效果 碰巧中國防長李尚福失蹤之際 共軍試圖藉由軍事行動凝聚軍心 把臺灣當戰略支點操演 國防部此刻展現陸地監控能力反制 不讓解放軍有機可乘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